政府回復本部查詢稱FCC就會指向政府提出續租要求 經仔細考慮後已向FCC提出以市值租金批出為期三年的新租約 由2023年1月2日起生效 政府俗稱續約年期符合政府將所有經政府產業處出租歷史建築物的租約年期 定為不多於三年的新政策 這方面可令這些歷史建築的運用有一定的靈活性 更好地配合政府不同時期的政策和目標以及香港發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一個三年的租約期也應可令租客有一段合職的時間 就期營運作出安排 本身為贊助會員的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表示 FCC獲續約令大家放下心頭大石 認為港府一旦不續約會給予本港及國際社會很差的信息 他認為續約年期有7年減至3年並沒有太大問題 希望不會給予新聞界太大壓力 對於續約條件新增《國安法》要求 劉慧卿指不論本地或外國記者均要遵守香港法律 FCC近年捲入不少風波包括訪問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發表調查報告指香港的記者工作環境全面惡化 發聲明關注記協主席陳朗星被捕等 造建制派和外交部駐港公署批評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